莊畜是仁 尼瑪豆也逐漸察覺到 當時穿著袈裟是未經深思熟慮的決定 因為未清楚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 他發現中國的學者 他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比和尚高 而他覺得自己的身份是學者多於和尚 於是他決定以西方學者自居 我非常欣賠尼瑪豆的勇氣 他創造了一些詞彙 去表達基督徒的現實 就像我用天主這個稱號 來呼求天地萬物的主宰的時候 我感到很親切,很舒服 就是因著尼瑪豆的這份勇氣 促成了中國基督徒文學的開始 尼瑪豆的確是中西文化的橋樑 或者我們必須要承認很多時候 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所產生的衝突 是由彼此的不認識或者誤解而造成的 1594年 尼瑪豆將翻譯成拉丁文的四書送到歐洲 而這本也是歐洲第一本中國古籍的翻譯本 尼瑪豆希望西方人都能夠讀到中國的古籍 因而慢慢欣賞中國的文化 除此之外 尼瑪豆更加發展出第一套中文拉丁拼音系統 在早期的字典以及詞典中運用 1589年 另外一位耶穌會會士麥安東神父 被派協助利瑪豆 展開他在韶關的傳教工作 很不幸 麥安東神父在底部兩年之後 亦都幻想弱疾而逝世 石方西神父隨即被委派接任 不過很可惜石方西神父不夠兩年 亦都去世 只剩下費南得知修士協助利瑪豆 1594年 另一位耶穌會會士 各居正神父到來協助 利瑪豆極其欣喜 因為他可以將一切的事務交托給他 然後就啟程前赴北京 他的美夢終於能夠達成了 當時利瑪豆的一位官家好友正要上京 於是利瑪豆就帶同兩位 剛要進入耶穌會的青年人 一同踏上上京之路 他們這個旅程相當驚險 船在途中捉招 所有人都拋下海 利瑪豆不堪詠術 但是他竟然奇蹟地生還 不過當中有一位青年 遇歷死亡 利瑪豆感到非常傷心難過 利瑪豆那位官家好友 變得非常驚慌和恐懼 要他們馬上離船 在利瑪豆一再懇求之下 他最終都只是肯答應送到他們上南京 然後由他們自己繼續上京的路途 而利瑪豆也都只好接受這個建議 抱抵南京 但是因為他們還未得到批文 所以就不可以留在南京 他們唯有取道在南昌 在那裡站住 自己也都想去回南京 我們搭夜車 前赴南昌 在火車上道叔一宵 我們一起祈禱 和分享當日的經驗 我們清晨時分抵達南昌 王神父已經在車站接車了 他帶我們去到唐區 一班教友早已經在那裡等候 和我們一起參與離撒 氣氛非常之好 我們之間充滿了友情 離撒之後 我們和他們分享我們喜樂和經驗 大家都非常之感動和開心 在南昌 在南昌 利瑪豆的人生有了一個重大改變 但這個改變並不是突如其來的 而是 之前的旅程和經歷 逐少逐少 令到利瑪豆有所啟發 令他從更深的角度 去認識中國的社會文化 利瑪豆對早期的儒家學說 興趣大增 他從孔子所說的天和上帝 看到基督徒所說的自然宗教 和憑理性去認識的真神的肖像 在這一點上 利瑪豆看到早期儒家學說 和基督宗教之間有著重要的關係 另一方面 利瑪豆就和佛家思想儘量保持距離 他質疑偶像崇拜和輪迴的說法 也曾經多次就著這個議題 和其他人爭論不休 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 利瑪豆非常接近佛教 他用了很多佛教的用語 來表達基督徒的真理 在中國 似乎基督宗教和佛教是很接近的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講述 警教的全教士 在唐朝的時候 由波斯來到中國 他們得到一些僧侶的幫助 他們將一些基督徒的著作 翻譯成中文 當時他們用了很多有關佛教的用語 他由西方和尚轉變成為西語 利瑪豆自西泰 意思即是西方學者 他以此自稱 利瑪豆改穿如是眷服 觸發流蘇 打扮得好像當朝士大夫一樣 並且戴上官帽 也即是利瑪豆畫像的打扮一樣 利瑪豆在羅馬 從他教授那裏 特別是從格拉維斯神父那裏 所學到的地理 數學 天文等知識 繪製地圖 製造地球儀 以及角色鐘標等技術 都成為了他和士大夫交流的重要資料 利瑪豆破解了不少因為誤解而造成的猜疑 他真真正正成為了東西文化穩健的橋樑 在南昌 利瑪豆開始他第一本漢文著作《膠友論》 而這本書是為非基督徒的普羅大眾而寫的 而以下是幾個例子 吾有非他 即我之伴 乃第二我也 故當時有如己言 有 知與我 須有異身 異身之內 其心一而矣 利瑪豆的《膠友論》大獲好評 而且極受中國學者的歡迎 因而多次翻印 自此 西如利瑪豆 發覺自己寫作的聖詔 在信裡他是這樣寫的 在者國家類 著作比港獸更為重要 更正確 甚至更為可信 這些書籍更加為了在遠東的地區 推廣和培育基督信仰 同時 也是為了創作 能夠被中國人所接受 從而用作表達基督信仰的新中文詞彙 《殿下基礎》 一本好書是比好的演講是更具影響力 我們應該盡一切的力量去幫助和發展基督徒的文學 同時間 我們也應該多些鼓勵地兄姊妹們 去培養成閱讀零修書籍的習慣 我們真的很欠缺一些幫助大家了解和加深信仰的好書 尼瑪豆非常重視寫作這個使命 他跟隨了不少著名的中國學者 學習著書的方法 在整個著作的過程裏面 有他自己的作品 亦都有他和弟子一起合作寫成的作品 而尼瑪豆大約寫了22本中文書 尼瑪豆覺得 中國學者在接受耶穌福音之前 他先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 亦都是意料中事 這個可以算是他福傳的前期 在南昌逗留期間 尼瑪豆完成了他其中一本最偉大的著作 《天主十二》 這本書是以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的對話形式而寫成的 尼瑪豆在書裏面是這樣的寫的 尼瑪豆在書裏面是這樣的寫的 更加吸引了不少人進教 康熙皇帝親自讀過這一本書之後 在1692年 夏子宣告恩賜全揚福音的自由 乾隆皇帝 雖然曾經迫害基督徒 但就將《天主十二》列入四副傳書之內 我建議我們走完尼瑪豆之路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讀尼瑪豆的《天主十二》 1598年 尼瑪豆抵達北京 本來有機會留守當地 但因為當時政局混亂的緣故 他迫不得已 只好折返南京 在靜待時機 重踏上京之路 我們在南昌 只是停留了一天 晚上我們就乘搭飛機前往南京 在第二天 我們就在南京的主教座堂 和當地的教友一起參與尼瑪 尼瑪豆抵達北京 祝我們冤枉 冤枉 我們全人類的救贖 尼瑪後 我們拜會主教 當地的神父亦都在場 我們一起唱歌 祈禱 交談 氣氛極其友好 最後 主教降福我們 祝願我們旅途平安 南京 南京 是中國著名的成都 數有六朝帝都之稱 馬可·勃羅曾經在1280年 來到南京 他認為南京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 當尼瑪豆去寄居在南京時 認識了很多當朝的名士 最重要的是 他認識了徐光啟 而徐光啟 亦都成為了 利馬道的自由和支持者 徐光啟更被譽為 中國教會的三大儲石之一 徐光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 觀拜文淵國大學士 他還是一位真正的聖人 他令到他在上海的家 成為一個真正的教會 我們中國的教會 得到天主的降福 令我們有很多聖人 而這些聖人 是我們信仰的先驅 和榜仰 於是 利馬道的小樓 經常都擠滿了 喜歡聽他講論天文 地理 數學 和科學的訪客 高官更加希望 這位西方言士 能夠寄居在他們的城市之中 利馬道聲明遠駁 在他日記當中記載 他經常都是以上賓的身份 被邀請出席無數的宴會 和嘉賓唱談有關 宗教、科學、哲學的問題 亦都經常公開 和其他人辯論有關哲學的論題 下午 我們有機會去探訪一個夏令營 參加的青年 是來自南京的不同堂區 雖然我們大家來自不同的環境 但是很快已經適應 我們很快就感受到 大家的團結共融 和商戶的支持 聚會之後 我們立刻要趕赴機場 乘搭夜機前往天津 我們的家 在每個角落 在歡笑 一路來